19世纪后期 霍乱席卷日本 有一年甚至造成东京约10万人死亡 不险 呕吐 四肢发肆等症状成出不穷 在这人类危机存亡之际 出现了一款号称能够对抗霍乱的热销饮品 霍乱 没错 就是弹珠汽水 当时人们认为霍乱的起因是饮用水脏脏 又传闻霍乱虎菌在酸性的环境中难以存活 于是许多人把汽水当水壳而凤凰囤货 掀起了一场汽水之乱 等一会儿 我们台湾的古早味弹珠汽水是祸乱克星 天啊 真是台湾之光啊 其实弹珠汽水的发明不在台湾也不在日本 而是在英国 最早还是用大理石来封口呢 究竟弹珠汽水经历了什么奇幻旅程才来到了台湾 又如何成为许多台湾人难以忘却的怀旧好滋味 让我们一起压下童年的弹珠 品尝这瓶古早好味道吧 时间来到了18世纪后半 人们终于研究出如何把汽汽汽汽汽汽打入水中 快乐水正式诞生 但如何锁足气泡 就成了下一道让人动尾条的难题 在试过老木塞 大理石等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瓶塞后 1872年英国人海拉姆科德运用了瓶内压力的原理 让玻璃珠在机体打入后顺势塞住瓶口 将快乐锁好锁满 这款销熟盛品就问世啦 很快的 丹珠汽水随着商人的脚步来到了世界各地 当他出来炸到日本时 这种 的好滋味 大人小孩都喜翻喜翻 在霍乱爆发时 防疫致病的传说更推波助澜造成大热卖 丹珠汽水受欢迎的程度 还让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时 用它当作慰绕阿平哥的奖品啊 1895年 日本统治台湾 炎炎夏日 有一种热 吃日本人好热 台湾的湿热气候像在蒸笼里 日本人快被蒸熟啦 于是 弹珠汽水还有制冰技术 就一起被带进来消暑消暑 一开始弹珠汽水主要是有钱人在喝的高级品 后来台湾厂商掌握原料与技术后 纷纷抢供这块夏季良品的市场大饼 消价竞争下 吃个 这冰凉好滋味 便在全台掀起了新流行 上学下课泡温前 看着在大火车演习 拜拜我都要喝 连小偷都指明要偷这一味 因为品力壮大 是开心的味道 当然 在各场努力压低成本的背后 也造成了品质称赤不齐的问题 当时警察巡逻时 会将弹珠汽水仔细端详 嗯 卖汽水有没有申请 有没有贴制造日期 有没有沉淀物 1939年 日本政府还针对碳酸饮料 制定了各种关于饮用水质 制作流程 厂房大小等等的规范 这也影响了今天 许多工厂的制成观念 弹珠汽水给人冰冰凉凉 侵入脑门的爽感 日本人将冷藏 吃冰技术带来台湾后 许多台湾传统良品 也开始不甘示弱的混入冰块 爱玉冰 鲜草冰 冰豆花 陆续诞生 以及叫出这场夏季良品争霸战 在日本人走后 国际市场上出现了一个超级大boss 可口可乐 他随着美国消费文化的脚步 来到了世界各地 说到蜘蛛逼掀起一波黑草 让竞争对手们直接灭顶 中华民国政府担心 孩子这个孩子的汽水产业受到冲击 民生工业GG 我的统治就GG 而且当时的目标是反攻大陆 暂时生活可是要清洁 要坑呢 只在奢侈品光环的可口可乐进来台湾 扯喝地土 于是政府礼貌又不思嘎嘎地 挡下了美国的压力 让可口可乐只能在特定通路贩售 殿下随便石油可乐可是犯罪行为 因此本土汽水工业可以慢慢成长茁壮 But 有趣的是 美援时期的台湾 美国就是好棒棒的观念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 可乐的好滋味透过了走私 黑市 美国军人流通到市面 让人好想尝尝啊 于是本土汽水品牌也推出了可乐配方 出现了各种名为可乐 果乐 果露 或是直接灌瓶圈圈可乐的商品 来满足大众们想踹踹看的心情 1967年 台湾终究抵挡不了美国的压力 可口可乐正式发售 不过因为本土汽水早就扎稳马步 再加上同时牛奶 果汁等其他饮料陆续出现 可口可乐的冲击 最后只成了架上的选项之一 但时至今日 也让台湾人患有选择障碍的比例 节节高升 今天的我们想到弹珠汽水 往往只会想到古早味的标签 但怎么是古早味 我们却没有好好探究过 或许当你在冰柜前面临选择障碍时 了解饮料背后的标签内涵 可以让你做出更棒的选择哟 更多台湾历史故事吗 欢迎来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哟